特朗普总统于1月18日签署一项命令 解除他在去年年初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限制措施 这项新令自1月26日开始生效 而就在特朗普的这一命令公布后不久 当选总统拜登的新闻发言人帕萨基就表示 拜登计划迅速延长入境禁令 对近期去过巴西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非美国公民 继续实施入境禁令 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心令是在获得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成员 和公共卫生官员们的支持后签署的 但帕萨基在脱文中写道 根据我们医疗团队的建议 政府无意在1月26日取消这些限制 他还说随着疫情的恶化以及世界各地出现更多的病毒变异 现在还不是解除国际旅行限制的时候 特朗普签署的新令没有解除对近期到过中国和伊朗的 多数非美国公民的入境限制